大家好,我是天愛天才輝師傅 我今天帶明報讀者Eva去逛街市 你好,Eva 你好,徐師傅 今天我們街市去買什麼? 我們今天不如去買水果 買水果,我們去做柚子壽司雞 好 今天雖然是大,但色澤比較鮮 比較鮮,而且比較重 它有黃色,變得比較輕 師傅,我們怎樣選擇 現在有兩隻在手 一隻是有黑色的,一隻是很帥 有什麼分別? 有分別,開始熟過頭 有時候裡面已經是黑色,開始懶 聞一聞就知道,兩隻有分別 這個是比較香 我們這次去了雞檔 它有兩隻雞,加尾雞比較細 價錢可能會貴一點 我這次用了三黃雞 三黃雞它油份均勻一點,大隻一點 我認為最適合做炸子雞,燜雞 我們金油買回來之後,我們就拆肉 記得拆完之後,就要選一些衣和核 芒果,我們就取肉 取完之後,切粒,然後備用 芒果皮有個小提示 我們可以用湯殼,或者是湯碗 我們就在芒果邊滑下去,圓邊 然後就整塊肉可以拿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先調一調上雞的雞皮碎 我們就把水,節醋,白醋,麻辣糖,煮在一起 備用 雞同樣要清洗之後 З�將雞皮背向後 然後兩手輕輕,把大腿按1間,和雞胸按一按 接著就滑一點 接著去وا和華鹽,填均勻 接著我們燒浸水,燒至就是乾 region 馬上讀後,儘調表的肉為兀皮 接著我們再用來調好的美杓雞皮水 填均勻漸度,為六小時 風乾後,現在浸位炸大約10分鐘左右 然後備用 食用的時候, 吊炸大約四、五分鐘 看著油溫, 看著雞的變化 漲了身, 差不多開始就可以了 炸一炸的時候, 它有些水分飆出來 我們就開大火扯, 讓皮脆一點 我們燒油, 中的油溫, 放下玻璃葉 調到鑽色, 我們就倒進備用 炸好之後, 去骨起肉, 切絲 攪拌好的柚子肉, 芒果 攪拌均勻後, 放在碟中間 鋪上一些切好的雞皮 炸好的薄荷葉在半邊就可以了 炸雞比較繁複的 在家中, 用雞腌後, 蒸或焗 去骨切絲 就可以節省上皮和吊炸 炸的閃極 炸的殻出